勾扎勾扎一锦啊 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什么幸福牌 上面写Lucky的什么幸福牌 这个多功能收录音机啊 我们的主编人生第一台的 提的这个电 这个音响呢 就是这个幸福牌 没想到就在年前 竟然传出来台南县的总公司呢 向法院申请破产 工厂人去楼空 一百多位员工没有领到年终奖金 要怎么过年呢 现在失业的情况 连总经理都不见了 幸福牌永福客店公司 工厂人去楼空 一些还没有出货的电器 摆在厂房 零件也堆在外面 小货车停在停车场 一副冷冷清清 只剩下门口的保全 还接手着岗位 这里跳过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就很难来 因为我们是管理出金而已 保全说一百多位员工 两个月前就已经开始 休无薪假 今年没有年终 而总经理各式在出国以后 就联络不到人 为什么公主你公司啊 而提供零件的厂商更惨 才刚出货 一百多万银的支票 就被跳票了 昨天一整天是要轻松的 去上班了 结果也忙了一天 这方面那么大公司的话 也很纳闷啊 为什么经营那么久 然后会出这么样状况 公司贴出告示 表示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 但是业者在过年前突然宣布破产 让许多的员工跟小厂商 这个年都没心情过了 竹林新闻 纪博士赖关张 翁崇文 高雄台南综合报道